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修正草案包括限制预售屋新建成屋的转售规定 重罚炒房行为同时建立检举奖金制度 还有管制司法人购屋以及解约契约必须申报登录 其中打房力度大被抓到就要重罚 虽然是取消三年有期徒刑的罚则 但最终可是得担上五千万元罚金 为了不要说让他暴落 希望他可以暖着陆 所以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我们业者而言 其实也是比较正面乐观的来看待 只不过为了打房 房价到底有没有机会跟着降呢 他牵涉到的因素很多 包含像比如说美国有没有升息热钱资金的泛滥 以及缺供缺料 房价应该不至于会因为政府的这一波政策 而有所谓的涨或跌 避免房市过度炒作 接下来交给市场机制来决定房价波动 今年的首播打房 但想让台湾年轻人成家恐怕还有努力空间 我还许晚上交一闻 台湾到 哈喽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